每當我們走進商場都能看到 兩邊貨架上的商品琳琅滿目 大同大學工業設計器的學生陳一鈞 在做場域研究時發現 商場運用了非常多的視覺元素 但這對於視障者來說卻是非常不方便的 有特別是做導盲技工的部分 那他們其實在多方面 其實他們會有一個禮拜需求一次的頻率 然後就會想說 他們既然就是有這種需求 但其實沒有一個產品可以幫助他們 所以就會想說 如果讓他們從出發到購物 回家這個城市順利的 於是他設計了一款具有導購功能的導盲帳 以及配套的古傳導演鏡 來幫助視障者隨時隨地購物 因為周遭還是會有環境的不方便 然後覺得導盲帳部分如果沒辦法免除的話 那基本上如果再加一些附加價值的話 讓他其實變成說他是必要的 也是覺得是另外一種想法 然後就想說他可以在經過的時候 可以立即的表明說他現在是經過賣場 然後就可以照震動方式提醒 然後可以進去 可以就是算是用語音 然後列出他想要的東西在哪裡 然後把它就是導到那個位置 然後就是對於戴草苗產品的部分 然後就是可以知道他們一些詳細的資訊 然後去完之後 可以用感應的方式做結帳 如陳怡君所介紹 導盲帳不僅能夠及時提醒視障者賣場的位置 還能通過與眼鏡的配合 幫助視障者完成購物 他還為導盲帳設計了發光的功能 能夠減少路上危險的發生 因為環境是大家的嘛 所以其實我希望是兩邊都可以配合得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